保守党政府宣布取消投资移民计划争议持续 新闻党国会议员Don Davis 抨击保守党的做法不负责任 不仅无视申请人的利益 还让本国形象受损 Davis呼吁保守党政府将投资额度提升到100万元 完善政策确保本国社会 事隔两年半之后 史丹利被骚乱再有14人被起诉 令到该案被起诉的人数增至291个